数字计算对年轻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随着人体老化也会影响头脑灵活性 为了让长者活化脑力达到减缓老化的情况 张亚社区也安排了一堂算算数课程 还要动手还要动右脑动左脑 我觉得这一项活动这个活动对他们来说 能够帮助他们在恢复以前的记忆力 张亚社区的长者们也表示 早期彩查时要用到数字计算 所以那时候算数对他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退休后也鲜少用到算数 透过社区的课程 也让他们能够来算算数灵活头脑 弯弟在习时较少人 也就会 打算 也不必答案 都要打算 这样习时较盛也是应该习 为什么只习时较少人才可 来这里老师家的教医学都会比较少 有些别学会说 津军投赶他你稀 auch可以 他们有些训习把别学来说 他会很少教医学 求他津军投赶他也不差 对我们人体都很好 头脑也都不熟 看到长者们认真计算眼前的题目 也显示了课程对活化他们脑力的帮助 张亚社区志工队长廖英军也感到相当欣慰 能透过课程有效减缓长者老化的情况 算数 算数其实我们已经算到两位数了 上个星期还尝试着让他们算成法 成法是各位数相成 我在旁边也看得很欣慰 就是说他们的进步非常的好 议长何胜峰也感谢张亚社区对长者们的关怀与照顾 并期许透过各式课程的办理 除了充实长者生活 也能使他们身心更加健康快乐 记者卢宇凯入股采访报道